李冰冰新片演技被赞好评如潮,一张脸却被绝越来越像刘晓庆文术悠悠玄于就李冰冰和发冰冰来说,好像在娱乐圈因为名字一样就一直在被做比较中。 曾经的李冰冰也也是活过的,但是之后和发冰冰人气合格位,却慢慢的拉开了距离,不然李冰冰也不会出现前阵参加活动,发生幻作风波了,虽然华女们不知道其中到底发生过什么,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很多很多人眼里李冰冰这时有点过气,更让李冰冰觉得尴尬的是,娱乐圈被供应的毒舍原理, 对她也是不离不弃,抱她曾经的黑历史,有人选择相信原理的话,是因为她和李冰冰之间,确实有过很深的交集,那就是她和李冰冰曾经共用一个经纪人,李冰冰的妹妹,既然是和李冰冰是共用一个经纪人,想来对原理来说,应该也是吃过亏的,那就是好点的资源,亲妹妹肯定会先到亲姐姐, 于是有人网友也觉得原理抱李冰冰的黑历史,应该也是发现内心的不满吧,反正对官民来说,娱乐圈的八卦越劲爆,大家为惯,但热情才会越高,至于说真相,还真没几个人关心,只是李冰冰因为原理的爆料形象上在减分也是肯定的, 不过最近李冰冰可以说是扬眉吐气,出演的好莱坞大片《巨齿沙》也是好评如潮,而且在这部戏里中国观众也看到李冰冰不再只是打酱油,而是女主,演技在线不说,里面的英文台词也都是自己呢,吓到,不少人在看了《巨齿沙》之后也是对李冰冰的演技各种点赞, 更为了李冰冰觉得开心的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人气嘎嘞,都在他纸上的另外一个冰冰最近深陷更大的麻烦,到今天不少娱乐媒体都看不到他确切的消息,原本范冰冰也是流量的保证,不少娱乐媒体都在等着范冰冰的头条,而最近几天李冰冰因为运势杀开始刷屏,开始霸占不少娱乐媒体的头条,只是李冰冰在戏里的演技确实可以, 观众也能感受到他的努力,连南主斯坦分对他都赞不绝口,很佩服他的经验,只是就是论事,观众也在这部戏里,看到李冰冰的脸有了很大的变化,冰冰脸有点痒有点痒,粉底也刷太狠,但人家努力啊,英文台词都能啃下来不为何,气场也不输,欧美演员,好多人说父亲死的哭戏嘎,再嘎演技,也能甩, 另一个冰石条马路,其实就原力曝光的李冰冰早期照片,网上一直就有,那回的李冰冰和如今的李冰冰就像是两个人,不能不说的是,如今的李冰冰看起来确实很美, 可惜的是在这次在新片里一张脸看起来确实很僵,说到娱乐圈的整容脸,如今的蔡明和刘晓庆感觉就像是木板,不少女星的脸开始和蔡明刘晓庆越来越像,李冰冰这次就是,有网友就觉得,总觉得她的脸坏要出现,打波尿酸过度的后一症了, 连有点香,大荧幕上很跳戏,不打针可能更美,越来越像刘晓庆,世人都会有颗爱美之心,时下的高科技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爱美之心,才开始有了整容术, 只是人工的东西多少,还是会有点后遗症,怎么能和自然相比,整容术开始的时间不短,但是真正普及的时间却不是很长,所以就后遗症来说可能也要多年之后才能显现, 但是早起已经开始整容的明星后遗症已经出来了,香港一位老牌女星,今年已经八十多岁,一张脸看起来不是丑,而是恐怖, 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也是绝对的美女一枚,可惜之后因为一拉整容,而变成现在这副样子,想来对她来说,应该很后悔曾经的整容, 但是她的例子却仅是不良在整容路上越走越远的明星,如今连李冰冰都开始背着越来越像刘晓庆,要说一张脸是纯天然,不知道是否真有人性,对比几张李冰冰和刘晓庆照片, 是不是很像论呢?